以滴管吸取红墨水之后滴入水中 由分子观点来看 分子在水中不停地运动 不断地碰撞水分子而改变方向 往低浓度的地方移动 聚观来看 红色颜料由高浓度区扩散到低浓度区 一直到浓度相等为止 扩散现象是因为分子向不同方向运动 造成不同分子互相混合过程